如果现在苦果献钱 那么更要努力情根因田 将来才能够得善果 现在能够顺心如意 当之皆是过去素因手感 圆境环无 所以还要情修善因 假如认识了这个道理 你就不会去跟随这种 让你趋之若鹜的这种颠倒梦想 然后产生了错误的行为 反而我们的佛教 他介绍了很多的道理方法 他无论是在家人出家人 他都有相当的内容 让我们来过生活 那比如说你要做一位在家的佛弟子 那么你就要六度万行 要布施 要慈戒 要忍辱 精进 要禅定 要智慧 这个六度万行 那你在家 假如能够照这一种方式去做 这就是在造你的因 那假如我们是面对我们比较不好的果报的时候 那我们也要知道 这个都是我们过去所造的 我们要去勇敢的去面对 也有人这么讲 他说 你就欢喜做 所以你就要甘愿收 因为你过去中了因 那你这一世呢 果报当然现前 那其实 我们假如说只有这两句话 只有说你做了就要受 那这种宗教也太死板了 其实我们的佛教 我们的佛陀 他又告诉我们 我们假如面对我们的缘 能够把我们的缘好好的处理好 其实也有机会 众业情报 也有机会 这个能够改变这个因灵果果 看透因缘果报的真实样貌 了达一切皆远起信空 竟然能够于一切假有虚幻的世界中 不再深贪爱执着 不再造业受苦 十方新闻记者 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